今天是開學的日子 但是澎湖的旺安國小中央廚房還沒有完工 為不讓孩童沒有營養午餐可以吃 校方是趕緊向附近的警分局借用的廚房 校方也表示說 要是未來天氣穩定的話 預計中央廚房最快可以在9月中完工 省去搬運餐點的麻煩 大鍋番煮一旁則有人仔細切肉 細心的為國小學童準備營養午餐 但是這裡可不是學校的中央廚房 而是澎湖旺安警分局的小型廚房 因為學校的中央廚房還在施工中 推土及青島沙石旁邊的建築明顯尚未完工 來到室內還有工人鎮馬不停蹄的鋪设瓷磚 這棟建築才是澎湖萬安國小的中央廚房 由於近期澎湖降雨不斷 導致萬安國小中央廚房的興建進度 趕不上開學 必須向鄰近的萬安分局建用廚房 才能順利供應午餐 實在是不湊巧天候因素 下了斷斷續續下了快一個月而已 就差這一個月 要不然我們是有辦法說 在8月30是可以完工的 校方強調目前施工進度已達到85% 等到牆面瓷磚貼完 廚具就能進駐 預計最快9月中旬完工 現在施政只期盼天公作美 讓中央廚房盡早完工 省去搬運餐點的困擾 記者澎湖綜合報導